那些年,背着我妈买的玩具 啥呀,你要染白头发,还是你偷了谁的毛 妈妈呀,我是准备学习缝纫 我是你个鬼 整天就知道瞎买,这玩意又不知道花了多少 还不是因为要勤俭节约吗 反正这48块花的值得,你信我没错的啦 难道真的不是玩具吗 麻烦大家替我保密啊 想要的评论扣冯冯乐 请看我展现真正的技术吧 先来穿个针线 别看我平时手残手残的 什么做衣服啊 缝缝补补,那可相当一级的 你知道学会了意味着什么吗 我现在只想把你丢出去 我怕你会后悔啊 以后我可是高级设计师 就有很多衣服可以免费穿 妈妈难道你不心动吗 还不用五分钟就完成一只熊 打个结完美 捏起来可舒服解压 重点还能偷偷藏私房钱 此处麻烦评比我吗 最后把五官啥的都贴上 不要问为什么不先贴眼睛 哈哈,因为每次都会歪 好啦,请把可爱打在评论区 一般大家给我取个名字吧